幸福加冕快乐加倍 味道嗯太好吃了 哇好有年代感啊 哇真能抖起来 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啊两个了 啊啊啊一个啊 可以可以不不不不不不 啊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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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来来 自报家们 你认识一下 我是歌手王若曦 来自天津 先解决我刚才 要我那个疑问 是一层楼的古装 还是一层楼的古装 挺好 是一层楼的古装 多少古装 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呢 怎么是一层楼的古装 什么意思 因为平时拍短视频 然后就经常穿古装 每个视频一套古装 每一个视频一套古装 所以就攒了一层楼的古装 每个视频都是古装扮相 对 所以你拍的主要的短视频 穿古装是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是这种情况 我本身是一个歌手 我刚才想着 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 是为了为我的推歌 做辅助 推广自己的歌 对 在平台上面 应该也听到 我很多BGM 但是对不上我这个人 我就想把人 给宣传出去 都我的声音对上 结果 对上的吗 越来越跑片了 那今天是要在舞台上 展现一个完整的东西吗 我的原创歌 大家好像还是对不上 我那个原创的BGM 还是对不上 还是对不上 还是有这个苦恼 今天给你个机会 在咱们这个舞台上 展示一下 咱们的原创作品怎么样 好着呢 好吧 来吧 舞台交给你 好 来 舞台交给你 舞台交给你 风儿摇曳床杀 梦里古人脸颊 红线几杂 嘴里谈造花 相思功夫年华 胭脂泪等待太傻 若牵挂 怎随他天下 圣鹅是小坐马 一望情深 故事残缘落花 日山关键 他无意孤寂天涯 平衣惊鸿风沙 摇摇公军策马 追回过往 许他以后春夏 何必沉甲 带到秋露染肩甲 与他重逢出座 饮茶 圣鹅是小坐马 一望情深 故事残缘落花 日山关键 他无意孤寂天涯 偏隐 惊鸿风沙 可爱 遥遥不全策马 追回过往 许他以后春夏 何必沉甲 带到秋露染肩甲 与他重逢出座 一场 重逢出座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接下来任务来了 要为你自己在第一轮选择一个对手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好了 我们看一看幸福账胆奖 我来 你选一个吧 选一个吧 哪有七个 哪个 来一个 来一个 不是你这个眼镜是近视镜还是花镜啊 对 来一个 来第一个吧 哪个 一张公交车票 一张公交车票跟一层楼的古装 有什么关系 来吧我们看一看 一张公交车票对应的是哪位挑战者 来有请 来这位大哥先自我介绍一下来 大家好 我叫富海山来北京 我平时喜欢董公主 大家都叫我大金雷 大金雷 大金雷 你好金雷 我外号叫大地雷 好 你俩就要爆炸一块是吧 为什么叫大金雷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一个异形的公主 是个圆的 抖起来挺威武 这样呢叫大金雷 但是您这一张公交车票是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 就是我呀每周啊平时去这个部队 教战士们学习走空竹 这个走空竹的这个体能训练啊 和部队的那种训练 不一样 不一样 这是乐趣 对 所以您是每周坐着公交车去 帮着战士们放松一下 对对吧 我都是公义的 公义的 这特别好 刚才大哥说了 说有一个异形公主 大金雷 今天带了吗 带来了 好不好 展示一下给大家 看一看好不好 看一看 等一下 这是这个 哇 这人是 这是大金雷 这是空竹啊 这个是异形公主啊 对 就是在过去传统的那种 老是异形公主的异形公主 基础上改进了 这从来没见过这个 这不是李源爸的大锤吗 也可以这么说 能抖起来吗 对啊 我给大家抖起来 试试看啊 给大家给我点掌声 来来来来 这个轮起来 哎呦 他没有那个两个锅儿 哎呦 哎呦 天啊 哇 真能抖起来 哎呦 这个得需要一把子力气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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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球围着太阳转是吧 好厉害啊 大哥你是太阳啊 这是金星是吧 好厉害啊 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空竹 哎呦 哎呦 哇 厉害 厉害 不愧是大金雷 热心 厉害 是不是有点后悔 后悔了 后悔了 特别后悔 我咋把大哥弄上来呢 我刚才看着这大哥是玩这个大金雷这空竹啊 我看现场还有好几位是您的队友 是我的好竹友 好竹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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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竹友是吧 竹友 竹友 你快出来展示展示好不好 好不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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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声音好好听啊 现在抖空竹的呢 是这个我的好朋友 他叫张瑞良 张瑞良老师啊 抖的就叫梦幻空竹 哇 他这个空竹啊 能粘在能粘在手上 哎呦 好的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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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这位小姐姐 来一位小姐姐 叫什么绝活 现在这个给咱们展示空竹的老师呢 叫贾跃梅 也是我的好朋友 啊 认识有十多年了 他走的就叫一万空竹 啊 就是比较传统的我们 对 比较传统的 对 我又忘月 哎呦 大萨把 哎呦 哦 那叫董块 这个灵巧啊 对 哇 厉害厉害厉害 看到这三位一上台 这个精细神 没复 锻炼空竹 对眼神啊 包括对于这个身体的姿态啊 都有特别多的好处 对不对 对 所以而且关键有好多的主友啊 大家在一块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这个感觉特别好 老有所乐啊 嗯 好 但是若曦我不知道 接下来你们要面对的游戏是什么啊 我们看一看吧 到底是不是跟这种技巧相关的 行不行 来 我们请二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挑战区 来 巧妙分球 圆盘中分别放有45个干扰球和三个目标球 挑战者需要通过嘴巴的吹力 将本方的目标球全度吹出 即为挑战成功 如果挑战者把干扰球吹出 且数量超过目标球 则判定挑战失败 对方获胜 倒计时 三 二 一 开 好 注意啊 吹的时候 看已经有一个干扰球出去了 吹 那个是吹底 挺费劲的啊 哎 好一个 三哥 先往里外号叫大金雷 快 好 好一个了啊 一个了啊 一个了 慢点不着急啊不着急 一鼓作气 一鼓作气 好两个了 哎呀 我应该有一个干扰球了 好 大哥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红球 一鼓作气差一点 好吧两个两个最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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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好 完成了 来 恭喜海山大哥 获得第一轮的比拼的胜利 恭喜你 恭喜郝海山 恭喜 谢谢 若曦 谢谢 希望以后有更多人 能够认识你 喜欢你的作品 好吗 好的 谢谢 祝你幸福 好的 再一次 恭喜海山大哥 现在请海山大哥 步入我们的竞技等待区 来 有请 好 第一轮比拼结束 接下来还有六位选手 是的 看一看他们的账单内容是什么 来 好 你对哪个感兴趣 我对调研费感兴趣 他调研的是什么 他调研的是费用 调研的是费用 好吧 我们看看调研费就不这样 来 来 来 哇 欢迎你 来吧 一位美少女 来 同胞家们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安子 来万水千山 总是请给点掌声 行不行 谢谢 行 行 行 谢谢同场 谢谢同场 我们对你那个账单特别感兴趣 调研费 调研什么 是这样的 我现在还是一名学生 就读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博士二年级 我现在主要是研究我们新媒体的一个网络暴力方向 网络暴力 你经过了一年调研之后 有哪些案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除了我去采访的案例之外 我自己其实也是我的 对 你也被网爆了 真的 为什么呢 可能太好看了吧 好的 拍个小小的玩笑 好的好的好的 其实现在网络上很多充斥的一种网络暴力的形象 对 他是怎么形成的 有很多的原因吧 因为从我自身角度上来讲呢 首先是我接触网络可能会比大家更频繁 我会在网络上分享一些我自己留学呀 或者是我学习的一些经验 我确实得到了很多支持的声音 但是也不免的 由于我频繁的接触网络 肯定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声音 对 但是呢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 对的 心大 对对对说白了就是心大嘛 我自己呢 即使是一个乐天派 还是会由于这些不好的画呀 不好的声音会感到不开心 所以我就会去想 那其他人 他们怎么样去排解自己的内心 所以说我选择了暂时回到幕后 去进行这个网络暴力的研究 那在我采访的大概80多个案例当中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两个 第一个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觉得 网络暴力和网络的使用频率 逐渐的变得低龄化了 我这位受访者其实是我朋友的女儿 她只有六岁 六岁 是的 由于现在小朋友更多的是在家里学习 对 上网课 他们可能就会点 哎呀妈妈这个软件很有意思 我就点开了 网络的另一端 并不知道这是一位小朋友 所以言行上 可能也是没有非常的谨慎和注意 那这位小朋友呢 也是变成了网络暴力的一个遭受者 经历者 见证者 甚至变成了施暴者 哇 等于说这个孩子既是一个受害者 同时他也转变成了一个施暴者 对 他要有样学样 他在网上都是这么说话的 我也可以这么说 是的 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怎么样家长去引导孩子 去正确的使用网络 确实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好了 接下来 你要选择你的比评对象了 哦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那看看各自的账单 来我们看看账单 请 好吧 选哪一个 我觉得到饭点了 我有点饿了 而且我这个人饭量还特别大 所以我想吃两碗牛蛋面 哇 欢迎您 大家好 我叫田海洋 我来自湖北襄阳 我的职业是一名厨师 这两碗牛杂面 因为我平时看两位主持人的节目 我又觉得你们特别的辛苦 咱们这个襄阳的牛杂面 也是想给您补充一点力力 而且咱们这个牛杂面也是咱们襄阳级的航天英雄 聂海洋在太空 对 他还想到这一口 等回到地球后 我最想吃的还是我们襄阳的牛杂面 聂海胜特别喜欢咱们的牛杂面 对对对对对 家乡的味道 接下来你就想想办法 下一次咱们太空之旅 你能不能把这个牛杂面压缩完之后送上太空 送上去 对对对对对 我自有这个想法 今天不用送太空 送给我们俩就行了 是吧 对 先带来给两位主持人尝尝 说不准 您喝了之后 也能跟咱们房间一共一样上天了 真的 来 我们看看 看看您带着牛杂面 我的天 两位主持人一定要尝一尝 那我们尝尝您牛杂面 您这是要展示什么尝音 因为我的本身我是一名烤肉店的厨师 哦 那个我除了强烈推荐咱们香羊牛杂面之外 那我当然得展示一下 当然了 对 哇 尝尝怎么样 这个味道 嗯 好香啊哈 太好吃了 主要这个香羊的牛肉面和牛杂面的上面的 红油汤 哎 汤料这个很重要 哇 我先闻闻 哎呦 这个太香了这个 哇 嗯 太好吃了 根本停不下来 是这么烤的呀 对对对对 这个肉是腌制过的吗 已经腌制好了 你看 已经腌制好了 香味就出来了啊 用这个锅来烤它 其实还挺有很有难度啊 挺挺难的 我就想说它不会糊地吗 还好还好还好 我先尝一尝 我尝着肉 对对对 您可以尝尝这个是我们家自主研发的干碟 根据个人的口味 您可以在那咱们这个调料 来一口啊 来 怎么样 嗯 啊很嫩 吃出了那个很嫩的那个汁水的味道 啊 啊 你之前的职业就是是不是一直做厨师吗 不是 其实我原来是玩摇滚乐队的 摇滚 对 我原来是摇滚乐队的主唱 主唱啊 对 然后就是我的主要的工作 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生活 嗯 那么我自爱的东西 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精神的生活 明白 那你平时在做饭做菜的时候 也得唱 有个时候来了客人 喊啊 来两手 两手我们做不到两句个 来来来来 一边做着肉一边唱 哈哈哈哈 你让我踩一山把给放中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定会抵挡 啊 说好两句 就两句呀 说一句就不行 就两句呀 如果想听的话等我闯到第二关 不是 你这么自信吗 嗯 我觉得摇滚歌手 你必须得拿出来一点摇滚的态度嘛 对不对 哎 这人家放狠话了 告辞 告辞 你吃完面就想跑是吧 吃完面就想跑 对对对 好了两句说完了 好了那接下来二位我就送你们进入挑战区 好 机关重重 由于纸杯形状的独特性 放在有斜肚的桌子上会进行弧线运动 挑战者需要利用这一物理规律 将三个杯子摆放在合适的位置 用手拨动第一个杯子通过力的传导 成功让第三个杯子落入圆孔中 即为挑战成功 机关重重 挑战 开始 他肯定是这样转过来 然后 对他掉到这儿嘛 然后 对 一次一次的琢磨啊 看看到底距离怎么样 这个可能先确定最底下这个吊的这个杯子 他的弧度要掌握好 对 先掌握最下边那个可能会好一点 距离要长一些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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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拨动一下看看 好的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啊啊啊啊没看到没看到 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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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那边已经差不多找到门道了 海洋门道要找到看 你要抓紧了 人家那边已经找到门道了 你现在可以偷偷学学看一看 对 看一看看一看 先试一下 卡住了 卡住了 先试一下 怎么一种卡住呢 大概的位置 阿泽已经找到了 他大概位置找到了 怕了丝毫而已 来看一看 亏了 还可以 哦 可以可以 董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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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 阿子获得本轮游戏书的胜利 好了 刚才大话怎么说呢 如果想听的话 等我闯到第二关 没有机会了 真的 我觉得我今天 我必须得在舞台上 把这歌给唱了 要不再来两句吧 好不好 给你个机会 再唱两句 给你个机会啊 给你个机会 每一方中爱泉油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会了你想 谁也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千奇共亡 会了你想 谁也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千奇共亡 好了 谢谢海洋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祝福你幸福 奉奉得嘞 谢谢 谢谢 好了 阿子表现很好 迅速找到游戏的门道 接下来 就邀请你步入 静气等待去 好的 谢谢 四强已经产生两强了 还是有咱俩来选择 好吧 好 哪一个账单的 来 看一看 表战者能站上舞台 建个酒厂吧 建个酒厂啊 建个酒厂好不好 这可能也是咱俩的梦想 对 建个酒厂 刚才吃完牛打面 确实应该配点酒 是不是 来 建个酒厂是哪位 好 欢迎你 欢迎你 来吧 来 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贾闯 我来自河南南洋 为什么要建个酒厂啊 我呢从事过很多职业 我干过歌手 录音师 现场扩生 音乐老师 这都是跟音乐相对 对 对 但是和酒没什么关系啊 就是因为这两年 疫情的原因嘛 真是 疫情的原因就是 我们这个行业整体就 演出机会也少 然后创作的也少 我哥哥突然就提出了 一个意见嘛 他说能不能就是 搞点自己的事情 那为什么选择这个酒呢 就平时 您会提到这个两口 我不会喝酒 你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 建了个酒厂 我是提酒不沾的 那我怎么相信 你做的酒能好喝呢 因为现在有很多仪器嘛 都是通过仪器去测量的 然后这个 标准化生产 对 标准化生产 所以说现在的心愿 就是跟我哥一块 跟建一个小点规模的酒厂 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吧 刚开始 是什么酒的类型 白酒 啤酒精酿 还是什么喝吗 精酿 精酿啤酒 这是这两年 特别火的一个酒的品类 对吧 对对对 相信通过你的努力 这个酒厂会越来越好 但是我相信 你的这个音乐梦想 应该依然还在心中 音乐是我不会放弃的 是一辈子的事情了 对对对 对吧 好像您还有很多 关于音乐的收藏 你是带来一些你的收藏 我带来一些 我们看一看看一看 哇 好有年代感啊 都是您 太他人 通常的 这是谁 罗文吧 罗文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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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罗文吗 罗文啊 而且是头发如此密的罗文啊 哎呦 林子祥 浪吉成 叶倩文 叶倩文 这一张是小虎队的 主舰的那个老师 孙文善老师 这些是黑胶吗 这是黑胶 黑胶唱片 江汇的一个 江汇 哎呀 太好了 那你光有这个不行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唱几首 你特别喜欢的粤语歌 罗文的吧 罗文的 好 好 这两句 说好两句 就两句呀 说一句就不行 就两句呀 接下来也要加油了 你要选择你的对手 来吧 我看一看 来 选哪个 还有三个啊 打击歌 单反相机 学习空中吊床 我选单反相机吧 单反相机 单反相机 跟设备有关系的 看一看单反相机 是哪一位 你好 欢迎你 来 多保家们 认识一下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主持人 配音员孙斌 同时呢 也是一名语言表达的老师 可以用三个数字来介绍我自己 好 十 一千和一百 都是数字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啊 我的一千多个小学员 从最开始的胆小鬼 成长成了现在在学校里最亮的仔 哎呀 那同时呢 我也收获了我的一百位大学员 他是北京市的中小学的老师 我们一起呢 研究课程 提高课程 共同感染更多的孩子 来勇敢地表达 还有一个 十一千一百 说完了 十是什么 十年时间 十年啊 一千个孩子啊 一百个老师啊 数十非常好 那我问你 你这个跟单反相机有什么关系 说到这呢 就是以前的教学啊 都是线下教学 但是现在不是因为疫情吗 而且他们这个自媒体也比较火 所以如果我想着 用这个单反相机把自己的课程录下来 让更多的孩子 更方便地去学习这个课程 可以分享给大家 没错 那您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教学的方法 对 你就把我们现场当成小朋友 好不好 对 最难教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就是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掌声欢迎我们今天 身高最高最猛的两位小宝贝 来三位小宝贝 一起来学习我们的口部操好吗 掌声欢迎 小朋友啊 他的这个教学当中要有趣为主 老师认不好玩 我不学啊 跟你说 那当然了 当然有意思了 怎么学 来 口部操的第一节呢 就是我们要 亲亲和微笑 会吧 微笑会 什么亲亲 亲亲就是 撅嘴 撅嘴 微笑 这是第一个动作 我们今天一共交四个动作啊 好 第二个动作呢 就叫环绕地球 用我们的小嘴唇 在我们的嘴上面啊 绕一个圈 来 嗯 好 第三个动作 叫放边炮 放边炮怎么放啊 把我们的小嘴唇 抿起来 擦出 嗯 第四个动作 是开摩托车 那么这 那么这 好 四个动作 对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用我们的音乐 来带着大家 一起来练习 这四个动作 好不好 好 来 来 现场所有的小宝伴们 我们一起来练习 口部操 首先 我们准备啦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你得开六环节 我乱多了 老师第一步这个猴不操已经练完了 还有什么吗 哎对我们 当然绕口令是必不可少的了 绕口令很难 但是呢小朋友 要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很多一句话的绕口令 一句话对对对 大家可以试一下 现场所有的嘉宾都可以试一下 来来来什么绕口令 第一句是 班干部管 班干部 班干部管 班干部说三遍 班干部管 班干部 班干部管 班干部 班干部管 班干部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原来我也是个班干部 哈哈哈哈 班干部 管 班干部 班干部管 等下点动勇 班干 你快点 班干部 班干部管 班干部 班干部管 班干部 班干部管 班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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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是这样的 王老师 绕口令这个东西不能加方言 他不能 班干部 班 班干部 这不能加方言 这个 让我问 哎 你用粤语说一下这句话来 班干部管 班 班 班 管 哎呦您这个难住我 哈哈 不会就算啊 这个太难了 我咬不出咬不出来了 你用普通话来说 班干部管 班干部 班干部管 班干部 班干部管 班干部 班干部 干部 哈哈哈 班到第三遍呢 就会很难会倒 对对对对 因为他是我们的 呃不破摸双唇音和我们的这个 舌根音 组合在一起很难 很容易出错 对啊 我觉得你其实嗓音条件很好 啊 嗓音条件很好 平时除了交小朋友还会做一些其他的配音工作吗 哎 对 其实我以前是做新闻播音员的 非常有幸配过咱们总台的一部纪录片 哎呦 啊 叫美丽中国自然 哦 被冰雪覆盖了近八个月后 这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山口湖 渐渐从沉睡中苏醒 积雪融化后的天池 如同天地之间的一块无瑕碧玉 呃 呃 配音最难的是临场感 就通过你的声音和画面一起合让大家觉得哦 我好像就在那儿的感觉 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配音的功能 呃 我今天觉得非常非常的呃 想有趣的表达一下这个配音 哦 哎 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两块钱的声音 200块钱的声音和2000块钱的声音有什么区别 啊 好 先进点两块钱的声音 我听个两块钱的 来个两块钱的 两元一键 两元一键 清仓大处理 两元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清仓大处理 听出来了 我家门口两个键就是你配的 哈哈 哈哈 两百的 两百的 幸福账单为你的幸福买单 啊 啊 这两百又加了 加了顾名了 啊 加了一天天啊 他往上走一点 而且洋气了 啊 洋气点了 来吧 两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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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 综艺频道 大型综艺节目 幸福账单 哎呦 可以啊 刚才那个就录下来 一会儿我们就用了 哈哈 一位粤语歌曲的发烧友 一位声音教育者 嗯 二位谁会获得这一轮的胜利 来吧 请步入竞技区 水杯立平 挑战者需要将装有水的瓶子 旋转抛弃 并成功立在对面的桌子上 每人十个瓶子 双方交替进行 最终完成数量多者获胜 石头剪刀布 看谁先抛好不好 石头剪刀布 来我先来啊 好你先来啊 哇这个 哎呀哎呀差一点点啊 哎呦哎呦也差一点点 哇哎呦 哎呀小了 哎差一点 哎差一点差一点 字节总结这个力度 他得又差一点到里边那个水 到里边那个水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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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啊 哎呦啊 各自还有三个 还有三个瓶子 对 一比一啊一比一 好 最后 好紧张 停了 在现在进行加时赛 大家呢不必交替进行了 十支瓶子可以反复地用 谁先立起第一支瓶子 极为获胜的一棒 是的 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开始 开始 一比一击中啊 我的天哪 首先恭喜孙宾嘛 获得本轮的胜利 恭喜你 好 也谢谢贾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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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贾床 祝球场的生意兴隆 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 恭喜孙宾 来 步入我们的竞技等待区 第一轮的竞技等待区 已经有三位获胜的挑战者 在竞技等待第二轮了 那么我们第一轮 还有最后的两组挑战者 对 他们就自行地对位了 自行对位了 好不好 我们还是看一看他们的账单内容是什么 一首打气歌 学习空中吊床 好 那么我们有请这两组挑战者来到舞台 欢迎他们 来 有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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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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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吧 咱们各自介绍一下自己 来 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歌手演员张磊 文章章章 三十磊 张磊 你好 您呢 大家好 我叫张燕来自北京 我是两个小孩的妈妈 同时我是空中舞蹈爱好者 她不是你的职业对不对 对对对 你是全职妈妈吗 对对对 现在是全职妈妈 就没有去上班 对 那为什么要玩这个空中吊床呢 我觉得她既锻炼身体 然后她又特别有意思 对 所以刚才那两张账单 要分享给大家的空中吊床 就是你呢 对不对 对啊 对吧 那张磊就是一首打气歌 对吗 对的 对的 首先呢 我是一个一直从小学习音乐的一个音乐从业者 总是也拍戏做演员 但是这段时间呢 大家也知道从2020开始 疫情对各行各样影响比较大 从餐饮啊 旅游啊 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影响也非常大 现在一聊天大家一说话 最近干什么呢 最近没事啊 最近生意也不好 特别丧 然后我觉得到虎年了 虎年是一个很威风的年 对 虎武生威嘛 然后我就想呢 不如携手歌吧 一首能打气的歌 携手虎武生威 希望更多的朋友们 经过这两年之后 对明年或者未来的几年充满了信心 生活充满了信心 最重要是对自己也要充满了信心 你的这首打气歌就是呼呼声威 就叫呼呼声威 对对对 这首歌我还专门编排了一个 打气的手势 有手势舞蹈 还有动作呢 对对对 好的好的 来来来 跟你学一下吧 我们现场大家一起学一下 一起学一下好不好 好 我给大家教一下这个动作 很简单 四个八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咆哮 五 六 七 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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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那跟着音乐再来一遍吧 跟着音乐好不好 行 呼呼声威 开始清醒的离间 转过身带一下 自最嚣张的情言 人间火力掀开 自信脑白 谁会比你更精彩 呼呼声威 别让开心 好 谢谢 谢谢 呼呼声威这首歌的舞蹈 这首歌叫呼呼声威 好吧 对对对 张晏先来展示您的这个空中教授 空中教授 说明混音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厉害 好美啊 你已经学了多久了 能达到这个成功 我学了有四年 四年了 对 孩子看过你在这个 空中的展示吗 对 就去年我还 参加了一次比赛 还得了一个第三名 他们就挺开心的 妈妈好棒啊 好美 那张艺刚才表演完了 张磊 好 你的这首《虎虎生威》 完整地带给大家可以吗 行 没问题 好的 舞台交给张磊 只会开始全新的一天 转过身带着 最最嚣张的起研 能让再放着 尽被烟和极限 随时点燃我的一天 霹雳巴巴 心跳快到身边 下一秒是高位枯萎的冒险 泪伤涂满热 血慢慢充电 别别蓝情绪都展现 世界到一圈 我们穿过昨天 却没变成焦点 拜托轻松一遍 变半遮掩 好戏就要开始上演 呼呼声会 别让坏心心碎 这么紧张烦 烦恼都总高一点 能量再保障 且别人要去写 随时点燃我的眼前 呼呼声尾 好听 好听 一边是呼呼声尾 对 一边是空中美人 对 究竟谁在接下来这一轮 能够更胜一筹呢 来吧 二位 请马上步入竞技区 吸管大作战 桌子上白有五个盛水的杯子 挑战者需站在规定位置 利用适当的力度 将吸管成功投入杯子中 每个杯子只能投入一根吸管 每人十五根吸管 依次投掷完成数量多者获胜 来 那么石头剪子布 输者先投 来 石头剪子布 好 来 这个手长有优势 好 那边 小心 那边是手长有优势 那边是柔韧性有优势 那边是柔韧性有优势 差一点 来 看 你再伸就直接伸里边 没有那么容易 对吧 来 到你了 很难 哎呀 好 来 就是那个曲子 头虎玩过吧 对对对 这颗头虎很像 哎呦 哎呦 有了 好 其实张磊的方法已经找到了 就差一点准一些些 张磊已经放到一个了 就是差一点 我可以稍往左走一点 来 一会儿你们就把这直接插到桌子上了是吧 哎 啊 看张晏现在这个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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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 变了一个 他这个身体姿态他是这样的你知道 他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好有压力 你可以试一下 好有压力 好有压力 对 你俩练过郁佳呀 对啊 我不行 啊 哎 刚刚那一下差不多了 那要投两个就 对 剩钱再握了啊 剩钱再握了啊 好 还有最后的三个了啊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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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比较加油了 一比一 打平 好 还有两个了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 两个 啊 啊 啊 压力在张晏与芳啊 找到点了 找到点了 这边找到点了啊 啊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各自都最后一个 如果你这个再进了 就完成绝杀了 绝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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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晏没有翻评的机会 会不会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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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张 好几张 那就恭喜张磊 张磊 获得了本轮竞技的胜利 是的 恭喜张磊 当然张晏也是棒棒的啊 是的 嗯 美美的啊 继续练下去 成为孩子的骄傲 好吧 好吧 加油 收尽幸福 加油 来 谢谢张晏 好的 再次恭喜张磊 恭喜你 接下来就有请张磊步入我们的竞技等待区 有请 好的 我们今天的四强选手都已经产生了 接下来呢 他们将两两捉队厮杀 谁会率先站上第二轮动舞台 交给咱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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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福宝 来吧 福宝 来吧 福宝 那我们来选择一下 来 抽取一个 抽取一个好不好 看谁先出场啊 这是几号呢 傅海山 海山大家 您第一个来 来 来吧 到底您的对手是谁 要由您自己来决定 对 还是从福宝的肚子来 抽取您的对手 哎呀 起啊 二号 花子 二位进入到第二轮的比拼之中了 那你们将面对的游戏就是 快问 快答 快问快答 挑战者面前有AB两个选项的按钮 现场将给出十道长时题 挑战者在听完题目后 选择AB选项 最终答对题目多者获胜 第一题 钢的冶炼在我国已有很久的历史了 我国最早出现人工练钢的时期是哪个时期 A 商周时期 B 春秋时期 机器人这个词起源于何处 A 科学家定义 B 文学创作 煤是公元一千年左右被哪个国家的人最早当燃料使用的 A 中国人 B 英国人 要除掉衣服上的铁锈应该使用什么 A 草酸 B 肥皂 最早的激光是用什么产生出来的 A 红宝石 B 蓝宝石 彩虹的最外层是什么颜色 A 紫色 B 红色 请选择 一升汽油和一升水哪个重 A 一样重 B 一升水 果蔬类原料中 若细胞含什么越多 质地就越粗老 A 糖类 B 纤维素 功率大的电饭锅和功率小的电饭锅哪个更省电 A 功率小的 B 功率大的 一粒扭扣电池可污染多少升水 A 六十万升水 B 二十万升水 请选择 给大家普及一下 六十万升水相当于一个人一升的饮水量 好 知道题都已经提问完毕 到底谁的选择的正确率高呢 我先告诉大家 他们的比分是 六比四 那到底谁是六 谁是四 谁会留在这个舞台上 冲击我们的竞技王 谁会遗憾离开呢 好 让我们恭喜 阿紫 获得了本轮游戏的胜利 那也再次感谢海德大哥 好的 以后继续玩空竹 好吧 自己开始是没有信心的 对 确实没有 好 接下来有没有信心了 已经到这一步 没有 好 有信心 好的 那就请我们的阿紫不如竞技等待去 谢谢 那接下来孙斌和张磊二位 就自动配队成为本轮的竞技对手 好吗 来 有请二位来我们谈 第二轮了啊 第一轮其实你们俩赢得都挺显的 我觉得 对不是 对 我俩游戏都挺大 对 现在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哎呀 刚才看完这些题 我觉得 还是挺有压力的 其实赢了也不太好过 因为学霸在那儿了 对 对 最后不一定是什么游戏 我们的游戏不是到后来都是题目呢 会给你们足够的惊喜 也许就特别适合你们 好吧 那接下来二位 迎接你们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 请进入《妙儿识音》 挑战者按抢达器抢达歌名 答对加一分 答错对方加一分 最终积分多者获胜 好的 二位 《妙儿识音》 开始 请回答 敢问路在何方 下一首 请回答 王伄 毛众 爱情 青春修炼手册 不愧是学音乐呢 十年 爱的恰恰 你最近蒜池超容 九醉的蝴蝶 六比六 最后一个都没拍 来 没错 三二一 说 不知道 我太难了 下一首 青花词 你这也太快了 谁 来 冰雨 冰雨 好的 对了 好熟 哪首歌 是的 下一首 小九王 好的 下一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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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首 这个 我和我亲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对的 下一首 爱需要很多勇气 好的 来 张学友的 一路上有你 好的 我们恭喜张磊这一轮莫得胜利 你是不是平时真的听好多好多的歌 对 就从小喜欢听歌 喜欢听歌 喜欢听歌 有的时候也听他的伴奏和声 有时候和声一进来大概一听就知道 所以你说的不亏 因为他刚才你想想 刚听第一声他就能知道 对 这样下一次你再来的时候我给你找一个配音的好不好 适合你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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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终极对决了好不好 现在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我的就是对面的学霸很厉害 刚才看他答题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自信和从容 而且他真的是很有学识 很有学识 很有学识 也不一定啊 我们的决赛到底是一个跟学识相关 音乐相关 体力相关 都不一定好不好 好好好 期待你精彩表现 好嘞好嘞 那么请步入我们的竞技等待区 好最终决战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谁会获得今晚的我是竞技王呢 来吧 二位 阿紫 来我们的张磊 欢迎二位候选人 来 这二位就是本场的我是竞技王最终决战的二位候选者 二位 决战之前能不能发表一下自己的战斗宣言呢 想对自己说什么 想对对方说什么 都可以 都可以 好不好 好 嗯 虽然你温柔似水 但我定独领风骚 哇 哎呦 这是句歌词吧 对 不应创过 不应创过 来吧 走 万水千山总是请冠金给我行不行 行 你俩都有活 你开场和结尾挺呼应的 万水千山总是请给点掌声 行不行 谢谢 行不行不能他说了算 在游戏说了算 来吧 二位接下来将要迎接你的游戏 叫做 尖锋时刻 两位挑战者共同观看一段精彩节目 然后坐上机械臂座椅 并根据刚才节目所出的20道题目 举起AB选项 给出答案 每答一题座椅就会上升 题目回答完毕后 答对题目少者将会从椅子上掉落 对方胜利 朋友们好 公演给您问好了 理事们先生们 各位亲爱的来宾们 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 现在就开始了 点子公司 朋友们听见没有 这就是标准的新鲜事物 没错 点子公司大家想 点子公司 它顾名思义 是吧 是吧 不是这点子公司到底啥意思 这倒不明白 说白了 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本人就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莫非您就是马总 我跟你说 这鲁迅先生 对我们老马家 那是有着极高的评价 说我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奶 等一会儿 鲁迅先生好像说的是牛吧 牛马不分家嘛 对对对对 主要你要记得住是 我吃的是奶 挤出的是草 挤出的是点子 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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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子马 点子马嘛 说的就是我 点子马就是您哪 那是 您可是我们这当今社会的名人啊 点子马 那谁不知道 反正我不知道 看来你对我们点子公司不太信任 不是不是 我是太不信任 你这样啊 今天呢给你个机会 你就现场出问题 我现场给大家出点子 怎么样 是这话 当然 朋友们鼓励鼓励他好不好 鼓励鼓励他啊 鼓励鼓励他啊 这样吧我先给大家出个问题好不好 我相信我说完这问题 现场所有的朋友他都得高兴 好 这问题是这样的 什么问题 就是现场的朋友吧 来的兜里的钱 他都不算太多 您能不能出一点子 让我们这腰包他迅速的鼓起来 您看行不行 我明白了 就是说大家想赚钱 但是有个前提啊 第一不能违法 第二您还不能累着我 不能累着 想赚钱还不能违法 这兜里迅速的鼓起来 是喽 有了 什么 我送给大家四个字 哪四个字 换成零钱 缺点 还用你说 不是关键问题 现在大家兜里他都不带现金呢 对啊 现在都线上支付 可是 不带现金了 那也没关系 点子有的是 再给大家换四个字 哪四个字 给我投资 怎么样 给您投资 我这么说吧 现在这投资大家都懂了 三岁小孩他都知道 叫投资需谨慎 好嘛 我们给您投完资 您再来一卷包会 我们找谁去 怎么会呢 我跟你说 我们点子公司 马上就A股上市了 真的吗 当然了 那这样吧 您能不能在现场 把您这成功案例给大家说一说 成功案例 哦 说来就来呀 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 有一个糕点厂 这生日蛋糕卖不出去 我给出了一点子 这生日蛋糕啊 供不应求 有什么点子 先说 谁买生日蛋糕 就给他送生日蜡烛 你几岁生日 我就送几根生日蜡烛 这点子是您出的 当然了 现在蛋糕店不都这样吗 最早是我出的点子呀 哦 真的 你要真有这点子 这样 我们现场随便找一观众 好吧 他出问题 您现场就给解答出点子 能做到吗 哦 你现场观众朋友们 出问题 我出点子 随便问 真的吗 有没有人提问 谁有问题 举手 好 您有问题 这不咱们摄像大哥吗 哎呦 您也有问题 来来来来 您到这儿 这这光好啊 您说什么问题啊 我也有问题啊 就是我也代表我们 就是所有的摄像人员啊 问马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工作呢 他非常忙 哎呀 他有多忙呢啊 不 这这怎么还带加细的 这这这 哎呀就是忙到连饭都吃不上 都没时间喝口水 咦 您这是没时间喝水吗 您这个 您什么问题赶紧说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嘛 我们吃不上饭 哎呀喝饭都吃不上 然后呢我们就是 平时只能靠吃方便面 但是呢 吃方便面有个问题啊 这个吃方便面呢 没水它泡不了 这个问题有没有好点子 哦 您的意思就是说 您吃方便面没水泡不了 哎 多简单 您拿茶水泡不完了吗 真是的 这什么人这是 你这点子够搜的 拿茶水泡能行吗 不是他这喝着茶水呢 这不是啊 你是要吃肉骨茶呀你啊 你有什么点子你说说 我跟你说 我早就给方便面厂出主意了 哦 我的点子是 把方便面的包装做成吸水的 到时候一抿就出水了 这种方便面以后就命名为 马师傅方便面 哎呦 怎么样这点子 不不不不不 您这叫方便面啊 好嘛 拿个碗里放着还能吸水的 您那叫晚装麻布 什么麻布麻布 都是搜主意 搜主意 搜主意 搜主意你能给出一个 来吧 我问你一个行不行 你看现在歌星啊 唱歌特好听 但是这吧 不会说普通话 往台上一站 哇哦 今天的舞台好漂亮啊 今天的观众好好热情 好好温馨 好好美丽啊 哇 嗯 以为是台北的 一打听东北的 好整半天是咱俩的老乡 对我跟你说 这大舌头能不能给治一治 您说这大舌头能不能变成小舌头是吧 哎 我有一点子 咱们呀给这大舌头的歌星啊 拿这个减肥茶 他他他束口 哎 这舌头就瘦了 小舌头了兄弟 你拉倒吧 你这点子太搜了这个 我这搜点子 对啊 有好点子吗你 我当然有了 各位 拿出您的二维码 来扫码吧 给我投资 十倍投资 十倍汇报 不不不不 站好了啊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在你们公司 已经卧底半年多了 就你这些诈骗的犯罪证据 我这都齐了 警察马上到 你啊 该上哪上哪去吧 现在是彻底 没点子了 尖锋时刻 现在开始 原版项目上点子公司 马月扮演的角色 是由谁演的 A牛群 B甭拱 好 请给答案 我猜的 在刚才的表演中 马月提到的名人是谁 A牛群 B鲁迅 在刚才的表演中 公元穿的皮鞋 是什么颜色 A棕色 B黑色 在刚才的表演中 马月的外号是 A点子牛 B点子马 在刚才的表演中 谁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A马月 B公演 在刚才的表演中 现场提问的摄像老师 平常忙的时候吃什么 A自热饭 B方便面 在刚才的表演中 摄像大哥有没有喝水 A有 B没有 哎呦 都没时间喝过水 您这是没时间喝水吗 您这个 好 在刚才的表演中 马月提到的投资回报是 A 一倍投资 十倍回报 B 十倍投资 十倍回报 新选择 给我投资 十倍投资 十倍回报 张磊 应该是B吧 好 在刚才的表演中 舞台背景色 有没有金色 A有 B没有 蒙一个吧 好 在刚才的表演中 马月最终 让大家的钱包 迅速鼓起来的点子是 A 给他投资 B 换成零钱 想赚钱还不能违法 这兜里迅速地鼓起来 是喽 有了 给我投资 不行 我也就害怕了 在刚才的表演中 现场向马月提出问题的 有几个人 A 一个人 B 两个人 这样吧 我先给大家出个问题好不好 谁有问题 举手 来 谁有 来 请迅速给出答案 两个吧 好的 在刚才的表演中 马月提到吃的是奶 挤出的是什么 挤出的是什么 挤出的是草 B 挤出的是点子 主要你要记得住是 我 吃的是奶 挤出的是草 挤出的是点子 点子 点子 在刚才的表演中 公演有没有报警 A有 B没有 有 在刚才的表演中 公演在马月公司卧底多久了 A 三个月 B六个月 我怎么感觉是十年呢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在你的公司 已经卧底半年多了 将来 好的 最后一道题 在刚才的表演中 公演给到的 致大舌头的点子是 A 练绕口令 B 用减肥茶 好的 我们必须要 对你们两个人 表示很大的敬意 因为你们确实很认真地 看完了我们刚才的节目 所以刚才这一轮 你们最终的结果 结果是第一次出现平均 好有默契 比赛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所以我们决定最终 给你们进行一道加赛题 这道题将要进行抢答的方式 当我说到请抢答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开始抢答 我们看这道题是 看谁先抢到这个答题权 并且答对 明白吗 嗯 但如果你抢到答错 对方答对 对方过程 明白了吗 好 好 请听最后一道题 相声点子公司 是哪一年春晚作品 A 1994年 B 1996年 请作答 1996年 请作答 好 94年 好的 来 看一看 谁 会成为最终的竞技网 谁又会从椅子上 跌落下来 恭喜张磊 获达正确 1994年 恭喜张磊成为我们本期节目的 我是竞技网 来吧 张磊 分享一下此刻你的感受 得到这个荣誉 我觉得 感谢各位选手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 来吧 有请张磊附入属于他的荣耀之路 谢谢 张磊附入属于他的荣誉 谢谢 张磊附入属于他的荣誉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完我们的张磊故事和经济挑战 您是不是也想分享属于您自己的故事 参加我们的挑战呢 没错 人人都有张单 人人都爱挑战 如果您也想加入我们 请把您的个人信息发动到屏幕下方牛箱 让我们一起为幸福而战 幸福加冕快乐加倍 幸福当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了 幸福加冕快乐加倍 哎 孩子 你把电飞替我跳了呗 永远配的就是一个角色 出发界 出发界 出魔物也没徘徊 快到拼摸的月来 单身的朋友 放手续起来 哎呦 我的天呐 小心不能崩出去啊 好的 四合一拍 两个人都到了 中眼不见了